好的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31号通过了香港普选的框架 封杀了香港泛民主派对2017年特首真普选的诉求 港人们期盼直选特首的希望是确定落空了 占中行动一触激发 星期一的晚间香港的公民团体和学民思潮的成员 在天马公园集会之后呢 前往人大副秘书长李飞在香港下榻的饭店前示威抗议 香港警方是出动了胡椒喷雾驱散示威的人群 并逮捕了19人 李飞呼吁香港的反对派别把一生都贡献给马路 指的是街头运动 那么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会长陈佐尔也批评 战中是港版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 有人想借犯法之后重当英雄企图推翻政权 并强调中央和特区政府多次苦口婆心的劝告 反对派放弃战中 如果人要坚持只会是头破血流 那么香港的战中行动 是否真的会演变成港版的一场颜色革命 一国两制的神话是否已经破灭 还有香港目前的情况又给台湾的未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 在下半场为您邀请到香港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 同时也是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行人戴耀廷教授 在香港透过视频连线接受访问 戴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 在我们演播室现场参与节目讨论 继续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张亚中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 那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您可以向两位来宾来提出问题 或者是发表个人的观点 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请拨打400 120 0551 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 00 801 148 940 好的 首先我就想请教在香港的戴耀廷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通过了香港普选的框架 您认为港人是否已经对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已经换灭 您打算何时启动所谓的全面战中呢 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北京警告 战中可能会头破血流 你担不担心北京会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 包括出动装扎车来镇压呢 我想在香港的一国两制 是承诺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而这个高度自治是什么样体现呢 就是港人治港 但是我们的 我想真的高度自治不是单是任何一些港人 负责管制香港就算是高度自治 而是必须要有补选产生的港人 去负责管制香港才是真正的高度自治 才是真正的达成了一国两制的承诺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 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从北京来说他们能够给香港的补选呢 其实不是真正的补选 这是一种共产党方式的一种选举 所以这个来说一国两制承诺下的高度自治 看来已经难以习行难以达到 至于这个占中行动我们什么时候发动呢 我想这个公民抗命或是公民不服从的这种方式呢 在香港还是不是太普遍 很多香港人也需要多一点时间去考内参与的方式 参与的程度 所以我们希望有多一点时间 让大家去想得清楚一点 因为公民抗命 公民不服从的行动的参与 你必须要有可能被拒布 也有可能被起诉 所以我们的发动的时间 会按照现在的发展选一个时机 但是我们也不会担心会发生流血的情况 因为我们说得很清楚 整个行动都是和平非暴力 而我也相信香港的警察 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香港的情况 好的 好的 戴教授 那么我向张教授提一个问题 刚才戴教授他在香港介绍了 给我们简要介绍了香港局势目前的发展 有人担心邓小平当初一国两制的设想 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 被许多港人至少 看起来是好像有点破灭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张教授 您如何看待当前香港局势的发展 以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 第一个 我当然站在一个台湾来的朋友来讲的话 对于香港今天的发展 的确是有些非常的关心 而且非常的遗憾的 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其实最大的就是它民间的生命力 就早期来讲成为东方之珠 是它整个即使在被政治上做一些约束之下 它的经济的活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盛 那这样子的话 香港占中的行动跟北京的反应 的确我觉得换好投资客 或者香港人民会感觉到一些困惑 包括现在就已经很多香港人在准备要移民台湾 移民台湾 所以说整个发展下去 我们对于关心香港来讲 的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那第二个我们当然也可以理解到说香港民众 它基本上追求所谓普选的这个意愿跟决心 但是也许我站在一个第三者来讲 我可能会对香港民众做一些比较感性的一些讲话 就说一国两制当然是它的一国 也是中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它的两制虽然是一个高度自治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央来讲 我刚刚讲过 你的北京的基本法是来自于中央的第31条 它本身的法律上是存在着是一个主从的关系 所以彼此是要相互的尊重 比如说北京人民的北京的它的一个期望 跟香港的期望 我觉得彼此应该更开快心胸来看待对方 任何一个改革可能都不是这么快的 我是一个政治性的学者 普选当然是人民所期望的 但是我们在全世界看得出来 选举其实有更多的方式去产生的 那我相信北京英文上对北京 香港对北京的政权的一个不信任 这充满着一个普遍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但是我真的是站在一个台湾的角度 我希望这种战中的行动不要太过于激烈 好的 适可而止 因为这样的话对香港发展是不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再继续请教这个戴教授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张教授 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在发生之后 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港人也是支持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香港的战中 事实上有很多的台湾的公民团体 人权团体 还有所谓太阳花学运的领袖 日前也在华盛顿 到中国的大使馆门前抗议 表示他们是称香港的战中 你怎么看这个两个地方 也就是台湾跟香港之间 这所谓的公民抗命运动的相互感应 还有说是不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也会影响到这个接下来香港的战中呢 我觉得像我们是一个政治学者 像我都不会称这个太阳花运动 是太阳花学运 为什么 因为我在现场看了好几次 包括我们知道学运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性 单纯性的东西 可是你看到太阳花学运 到了最后那种种族的歧视 甚至支那人 对中国大陆政权的那种完全的诋毁 它完全都出现了 所以换言之对一个运动 它最害怕的 就是在某些发展下已经变质了 变成是一种仇恨 加在里面去了 就原来一个争取普选的 或者太阳花运动 反对黑箱作业的 这么一个比较单一的目标 可是随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的介入 它变成一种仇恨的一个塑造 或者是一种冲突的一个 整个一个开始 那一般的中产阶级 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相信香港的战中 你们在跟台湾太阳花运动 这些结合的时候 你们真的要去思考说 这些太阳花运动 它真正是追求台湾的民主 还是一种仇宗 或者一种恐宗 或者甚至一种避宗 用避世的东西 因为你如果到台湾现场去看 那个是非常让人可怕的 因为一个学生的社会运动 它其实是非常善良的 学运是非常纯洁的 可是当一个学运 变成了一个族群主义的时候 甚至一种带有一种 所谓的 我们讲说discrimination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我也不希望香港的 这种战中活动 它背后有一种 对中国大陆是一种鄙视的 这种东西 我觉得对香港大陆发展 这个是不好的 这些东西可能都不会浮现在台面 但它在整个内部的酝量 它是整个运动的一个基础 好的 那么我向目前在香港的 戴教授提一个问题 戴教授 就是香港目前呢 战中这个运动呢 正在大家在酝酿 也可以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么北京现在对战中运动的定性呢 是有外国势力卷入 有外国势力参加 那么戴教授 您怎么反应 您对北京这种做法 您有什么反应 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 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个说法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 国民战中的我们整个运动 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一个单纯的 香港本土的一个争取 建立起一个真正的 民主制度的一个运动 我们完全没有外国的 什么力量去支持 也没有受过外国人的捐款 什么完全是一个 从香港本土这个发起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想这些 这些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的根据 反而是这个只是北京用来 打击这个战中运动的一个振抗 好的 我很快再补充一个问题好吗 我可以看到这个戴教授 您在接受这个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 提到了这个战中的策略性目标已经失败 并且这个香港民众对于战中的支持 似乎在流失你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很快的 戴教授 我想就是战中 我们是一个公民不服从的运动 这个运动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当然是透过一些社会的直接行动 希望能够改变现实的制度 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 要达到这个目标 要短期来达到了可能 这个机会是应该不会太大 但是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做成一种公民的角色 就是大家就要明白这个民主的对香港的重要性 这一点其实我们是在过去十多个月的 其实是已经在香港里面 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这种影响了 而这个影响呢 也会跟着我们在最后出现的一个战中的行动呢 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发展的 好的 谢谢戴耀廷教授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的马上来接电话 贵州的文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想基本法规定的是补选 现在变成一个推选 你说香港人怎么能接受呢 所以在中英谈判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就没有很好的解决 他们没有制定一个共同的宪法 共同的一个刚刚对现在的主动权是在北京啊 我把那个普选变成一个推选 你说谁能接受 好的 谢谢贵州的文先生 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这个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是个什么机构呢 全国人大就是中共的一个响皮图章 那么中共又是什么呢 中共其实就是少数权贵阶层把持的一个机构 他就是为了统治这个国家 这些什么人呢 都是坐拥几十亿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这些人 你说周永康就是其中之一吧 只不过他是政治的我真的牺牲品而已 所以我支持香港人民 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自由权利而奋斗 好的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河南的董先生您好 请讲 河南董先生 你好 我想说一句就是啥 就是这个香港啊 他抗议 比如发现自己的抗议啊 最后别出现暴力 如果说那你要是出现暴力的话 那我想在全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了 好的 河南董先生提到说 不希望看到这个暴力事件的发生了 我们也是一样的情况 那么广东的这个黄先生 您好 已经在线上了 请讲 黄先生 广东黄先生 我说呢 广东啊 我说那个江党啊 那个战中呢 我认为啊 那战中那些人包括刚才那个 那个战什么 战教授啊什么啊 我认为他呢 这样呢 是不平的 香港呢 没有回录之前呢 在那个金国营手中呢 从来都没有呢 以香港人来做那个射手 那个射手都是那外国人 那个是那个 金国营派来的 现在回录了20年了 所以呢 还有什么呢 那个香港的那个 谢谢广东黄先生 另外我们也从台湾有听众 打电话进来啊 花莲的杜先生您好 你在台湾怎么看这个香港 目前发生的一个情况呢 杜先生 你好 我现在因为我在收听 这个又网路上头了 有一点时差啊 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讲 就是有关这个战中的事情啊 跟台湾太阳花的事情啊 我觉得是有不太一样的一种事情 因为整个在一国两制 中共宪华里头 五十一条里头所讲的 因为这个香港呢 本身就是它一个附属的东西啊 今天它要人 人要在这个 在政治上头 它要人民选的话 那是不太容易 但它势必影响到 它整个内地所有的一些问题 因为政治的不成熟啊 如果今天战争 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影响 那是不太可能 中共不可能同意这件事的 那至于太阳花呢 因为台湾这个太阳花的学运 一定是完全变得值 因为他们是透过了这种学运 制造了这种不满 用仇宗恨宗的一种模式 但是事实 台湾的经济脱离了中共 仍有生存的知识 好的 非常感谢花莲的杜先生来电 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 耐心等待 我们稍后应该还有机会 再接一轮的听众来电的 我先请在华盛顿现场 张大中教授回应一下 刚才听众观众朋友观众 尤其是最后一位 从台湾打来的听众 的确是 我觉得从事任何一个政治运动者 心中都应该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尽量避免让事情变成暴力 或增加仇恨 但这是非常难的 因为往往我们知道 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像刚刚香港讲说 站在主办单位来讲 从来外国势力没有介入 外国经济没有介入 但是在一个全球高度互动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没有介入 甚至主办单位 自己都知道没有介入 都不知道没有介入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 最能够激发大家 所谓的反 不服从运动的时候 在西方 我想他去了解一下 西方不服从运动 但是这种不服从运动 如果是带有仇恨的 不服从运动 那是非常 或者鄙视对方的 不服从运动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相信美国的 不服从运动 没有去鄙视 鄙视政府 所以我希望说 在这个运动过程中 发起来的时候 我希望他非常非常的谨慎 就是不要让这种 仇恨心 鄙视心 Discrimination 他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普选 真的是 我相信 这我们尊重香港 但他需要一些策略 需要一些时间 不要急于的 马上在几个月之内 全部要达成 我觉得这对北京来讲 可能也的确是蛮辛苦的 好的 谢谢张大中教授 你同样的请教 在这个香港 戴耀廷教授 刚才包括了听众 观众 还有我们张大中教授 都提到一个所谓 仇中的情绪 是不是在这个运动的背后 那么近年来 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和内地的 这个社会的矛盾的激化 是不断的升高 您看到这一次的 战中行动的底层 有所谓的反中 或仇中的一种情绪吗 另外如果像您提到说 现在香港已经进入 所谓的公民抗命的时代 距离特首选举还有三年 那这三年的期间当中 可能会在选前选后 更有这个升高的冲突 您是不是遇见了香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可能会步入大乱 甚至是永无宁日的一个状态呢 戴耀廷教授 我非常同意 这是一个公民不服从的运动 它的精神必须要是一种和平 非暴力 还有不应该有仇恨 所以我们的运动的明清 就是叫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就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对香港的爱 其实也是对一个国家的爱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种的心态 去推动这个运动 刚才有听众说一个暴力 我想我们是非常坚定的坚持 这个整个运动都是一定要达到 这种非暴力的这个精神的 我们也相信这个暴力是不会出现 那么如果这个运动就是发动以后 就是到了可能我们在中央街头 然后让一些警察去步了以后 香港进入了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时代 但是我想公民抗命的时代和公民抗争的时代 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 抗争可能一定有一种斗争在里面 但是抗命就是我不服从 不服从的时候 我可以不根据你的规矩去做事情 但是我也可以不一定和你争 我可以再利用我们公民社会的力量 去建立起自己的这种公民的力量起来 公民的制度起来 这种民主的制度起来 这个我想在未来的几年 我相信香港的管制应该是会面对一些困难 我们也希望就是当特区政府还有中央政府 这个北京政府看到香港的管制 你在这种高压的下去 把所有的反对都排除以后 其实也还不是能够解决香港的管制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 希望他们可以再次考内 怎么样把香港的管制改善 就是透过引进这种真正的普选 这个我想在香港争取民主呢 现在我们是要把它看的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去看 也不是正在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看的是要看的是五年十年的时间 怎么样去把香港的公民社会的争取民主的力量 再次强大起来 然后到了时机好的时候 我们再去能够争取香港的民主 好谢谢 谢谢香港戴教授的评论 那么张教授 我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谈到香港的特首选举 似乎在香港陷入了僵局 反对意见很多 那么无独有偶 前天澳门也举行了特首的选举 这个澳门特首选举进展的就很顺利 候选人只有一位 然后只有396人组成的一个选举委员会推举 得票率高达96% 这种情况似乎看起来很顺利 但是这恰恰激起了人们对这种特首选举的怀疑 那么这种选举在澳门风平浪静 没有起什么波澜 但是在香港为什么这个特首选举 中央限制下的特首选举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就是随着政治学来讲 其实有一个经济学者写说 苏生选举是国际政治学者的时候 当一个人到了荒岛以后 他们马上决定说 到底我们要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当你选择安全 选择秩序 选择发展 那思维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澳门人他们在这过程中 他们的价值观选择了发展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发展是至上 没有发展其他都是假 可是香港呢 在现在的发展来讲 由于这些战中年轻人 他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重视民主 重视补选 那大部分老百姓可能还认为说 可能我们经济如果走不下去 更困难 所以我觉得刚刚戴教师 他有一点引而不愿意提的东西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这个全世界 包括像现在很多的颜色革命 这种的外国势力 他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 即使主旗逝者 他不愿意进来 他们都不会放弃机会 更加上就是在这个 全球化的时代里面 太多人会利用这个东西 那香港呢 跟大陆因为这几年来 原来从一个香港高高在上 现在现在中国大陆 慢慢起来的 这一种对中国大陆的恐惧 跟避世是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澳门是没有的 澳门现在持续的经济的发展 他对这个东西 他没有感觉到 所以我觉得澳门的发展 自然跟香港 他们的选择是不同的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还有继续 我想接着 代教授 向代教授 向香港的代教授呢 提一个问题 代教授 我们上半场呢 谈到了台湾的这个统独问题 那么想请教呢 你有一个关于港独问题的 这样一个问题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呢 现在呢 香港的民主派 实际很少有人主张港独 但是呢 现在中央政府的这种做法呢 正在把一些人打成港独 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港独在香港 有没有市场 代教授 按我自己的理解呢 尤其是在组织 第一次 这个占领中华人的行动 里面呢 我和香港的政党啊 公民社会的不同的团体啊 联系都是非常密切 但是我看到 这种广独的说法 在香港是没有市场的 起码在这个时候 我还不见到有任何啊 有有有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大的影响 在香港这种港独的上方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对啊 今次这个北京 就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去打击我们的普选 他是说怕有一些啊 对抗中央的人啊 就是去去当了特首 但是在香港里面 首先 你是说这些泛民主派 或是反对派 他们都没有是港独的人 也没有人真的是要 推翻这个中央 这个中共 还有就是 你让 现在我们的争取 只是一种提名权 就是有一种提名 让一些人可以参与选举 但是到了投票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 我想是应该是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真的如果真的有一个候选人 说啊 我要支持港独什么什么的 我想这个候选人 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当选的 所以其实现在呢 反映因为 这个北京采取了 那么强硬的这种 对补选的态度呢 我现在为止 我想这个港独的发展 应该还是不大 但是如果这种 这个北京 还是继续用这种的方法 来看香港呢 这个港独在香港呢 会不会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呢 它慢慢有一种影响 也说不定 这个也是我本身 也要内的 就是我说 香港人其实都是希望 这个能够在 接受这个中共的 这个一国两制的统治的 好的 谢谢戴教授 我们再接一两个电话呢 就请两位来宾 做简单的总结 林夏的高先生您好 请抓紧时间 您好 台湾的嘉宾好 我非常同意 台湾这位嘉宾的 看法 他分析的非常的深刻 第一啊 这个谁 这个戴教授是打着 红旗反红旗 明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 还要坚持 这个搞这个 战中运动 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用专制的手法 去搞民主 好的 谢谢林夏的高先生 安徽的王先生您好 简单发言 谢谢安徽的王先生请戴耀廷教授跟我们做大概30秒的总结 戴教授 我想这是共民不服从的运动 从来都是从小数人开始 希望透过行动去唤醒大部分的人 对于民主的争取的坚持 现在我们的行动也是从这个目的去出发 好的 谢谢戴教授参加我们节目 然后也请张亚中教授简单地做我们一个整结 简单来讲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些相关利益者 我觉得北京跟香港都是相关利益者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彼此都有一些困难跟一些诉求 那我还是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 呼吁大家包括北京跟香港双方面 都稍微要冷静节制一点 谢谢 好的 谢谢张教授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史诗大谈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台湾大学的张亚中教授 和在香港参加节目香港大学的戴耀廷教授 参加我们今天的史诗大谈 非常感谢您 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好的 那么今天来不及参加讨论的 听众和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在网上收看节目的视频 并且留下评论 您也可以到时诗大谈 在Facebook或者推特上的账号呢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IO 好的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 陪伴你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极时间 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 准时收看 VOA卫视 我是凡东宁 祝您晚安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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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